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设1为x的四次方减5x的三次方 加ax平加bx加c等于0的三重根 让我们求abc之值 可是我们先想一件事情 我们好像还没有讲过什么叫做三重根 没关系我们就借由这个题目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其实重根这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概念 因为其实我们在二次多项式方程式就学过了 比如说如果呢x平方呢减4x加4等于0 这个方程式我们会变成呢x-2括号的平方等于0 所以呢x会等于2 我们看起来只有一个根 可是实际上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因为x-2括号的平方等于0 就是代表x-2乘上x-2等于0 所以呢其实更正确的写法应该就是说x等于2 或者x等于2 你就说啊可是因为2跟2都一样 所以我们最后才只并成一个 而这样子的情形呢 我们就称它为双重根 ok双重根 所以如果呢今天有一个三次多项式 它最后可以被我们写成x加1括号的三次方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应该要写x等于负1而已 可是事实上呢是x等于负1 或者是x等于负1 或者是x等于负1 也就是x等于三个负1 这个状况我们就称之为三重根 所以以此类推四重根五重根 你就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返回来写x-1一个值夸号的几次方等于0 ok就代表它有这样的一个因式 所以今天呢 如果它告诉我们说 设1呢 是这一个多项式方程式的这个三重根的的话 那其实它真正代表的意义是说呢 这一个多项式方程式x-5x-3次方 加上ax平加bx加c等于0呢 因为里面有三重根 所以可以被化减成x-1夸号的三次方 再乘上其他的东西 那因为你知道呢 x-1夸号的三次方怎么样 已经是一个三次式啦 啊上面原本的多项式是几次式 是四次式啊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剩下的东西就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一次式嘛 我们就假设为x加上k好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把前面的式子展开一下 那x-1夸号的三次方 大家还熟不熟 这个乘法公式呢 应该要稍微熟记哦 是x-3次方-3x-5 加3x-1 然后呢 乘上x加k 所以当我们把它展开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呢 这边是x的四次方 接下来呢 你这边是x的三次方乘上k 所以就变成kx三次方 然后呢 这里是-3x平方乘以x 所以呢 是-3的x三次方 然后呢 再来是-3x平方乘以k 然后呢 再来是3x乘以x 这边就剩下x平方向以下的了 好 那我就先不写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对照一下系数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x四次方当然就是这个x四次方嘛 可是这个-5呢 应该要是什么呢 就是 k-3的x平方 也就是k-3夸号的x平方 应该要是等于-5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写上来 k-3会等于-5的话 就代表k应该要等于什么 k应该就要等于-2啊 所以呢 我们这边根本就可以全部怎么样 都给它擦掉 然后我们把这边呢 都给它擦掉 我们呢 可以光明正大的写k呢 应该就是-2 因为呢 这是我们展开系数 对照的时候发现的 所以呢 这个k呢 就被我们重新写了 是-2 ok 这里擦干净 ok 是-2 所以呢 就代表呢 我们可以变成x三次方 减3x平 加3x减1呢 乘上x减2 那乘法呢 我们还是用直式来算一下 比较熟悉 然后这边是1减2 所以呢 是-2加6 减6加2 然后呢 这边是1减3 加3减1 所以我们就得到应该是什么 x的四次方 减5x三次方 加上9x平减7 加上9x平减7x 加2 写一下 x的四次方 减5x三次方 加9x平减7x 加2 所以呢 abc不就都对照出来了吗 abc就是9负7 2啊 所以呢 我们答案轻轻松松就写出来了 abc是等于9负7 2 ok 好 所以呢 这次 这个题目呢 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三重根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有三个x减1的音式 x减1这个音式呢 有三次 ok 所以这就是三重根的意义 如果今天要告诉我们这是二重根 那我们这里面就有x减1夸号的平方 如果是五重根就x减1夸号的五次方 那请大家要记得 那以后呢 常常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 我们就是原本是先设一个 乘上一个什么 比如说是刚刚讲的x加k 然后呢 但是在展开系数的过程到一半的时候呢 如果你发现你知道k是什么值 那就不要再直接展开了 你就把呢 k那个值呢 带回来 重新再展开一次 这样子一对照之下呢 就可以算出你要的答案啰 好吗